你知不知道可以用一句话 就可以让这个男人特别尊重你 在一段感情里面 你想让这个男人为你越来越多的付出 越来越爱你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要开口要 先不要着急反驳我 你听完之后你思考一下 你绝对会变得更加的通透 恍然大悟 就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那些自尊心太强的人 总是不好意思开口要的这种女生 大多数又是又疲惫又辛苦 然后又累 而那些大大方提出自己要求的这些女生 大多数都过得很幸福 我也不知道这个原因 为什么会造成 但这个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几个点 因为你只有开口要 你才能快速去申别这个男人 他到底爱不爱你 千万不要相信什么 男人爱你 他自然而然会给你的那一套东西 全天下有几个男人可以做到那样 能做到的都是被调教出来的 都是你前面的那些姐姐们 给调教出来的 那如果说你唯唯诺诺的 什么都不敢要 那最后你会发现 他对你那种爱 都是停留在嘴巴上的 因为嘴它不需要成本 现实当中就是一毛不拔的铁公斤 那如果说你想要这种陪伴 你想要礼物 你想要房子 你要车子 直接心平气和的去跟他拿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执 千万不要跟我说什么 熊哥我脸皮太薄了 我开不了这个口 我不想亏欠这个男人 免得到说算不清账 如果说你还是抱着这种态度和观念的话 那你就不要怪男人去白嫖你了 到时候又不要怪自己 为什么内心心里又那么的不平衡了 这个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在内心当中你觉得你不配 你就愿意吃六块钱的麻辣烫 你都不敢去拿捏这个人性 那你活该懦弱的受气一辈子 你走不出去都不要说听过我的视频 听过我的课程 真的丢不起那个人 你好好自己想一想 你谈个恋爱 不跟男人谈务实的话 你谈什么东西吗 很多女人就这一点上她就做错了 所以总是会被男人白嫖 你要知道 如果说一个女人她不想去要的话 那么你在这段感情里面 你必定就会过得很惨气息 你什么都不图 你一无所求最终就一无所得 有的姑娘可能就会来说 老师你这样逼着有什么意思呢 我又不是自己买不起 但是你要记住啊 咱们的目的呢 不是真正的去要 你有 你自己买得起 跟她能给你 这是两件事情 你一定要记住 咱们的目的不是说真正的去要 而是要让这个男人感觉到 不能去亲看你 因为在男人的心里面 他会认为一个敢提要求的女人 本身她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存在 否则的话 她不会有这个底气 就像你去公司面试一样 HR已经看得你非常顺眼 老板也看你非常顺眼了 但是你这个点当中 不敢跟他们谈任何的要求 你没底气 但是你敢于谈出自己的东西 别人反而会高看你一眼 他就觉得那就是你的本事 悟出的越多之后呢 他离开你的成本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那你再回头去看看那些 处处心疼男人 什么都不图回报的那些女人 他们就会被男人认为 这个女人本身 他就是应该是这样 甚至反过来 男人还会有点想要傲娇 觉得他自己特别的厉害 觉得自己的价值特别的高 你才会愿意这么倒贴我吗 所以说女生 想要被男人尊重 你必须要学会开口要 爱你的男人 绝对不会等到有钱的时候 他才会对你好 真正的那种爱你的人 他一定会在没有钱的时候 他也会想方设法的 不会让你受委屈 姑娘们一定要明白 穷他不等于抠 这个不是吉堂 这个是人性 好好误 关注我做个高手